在以瘦为美的当下 纸片人身材成了不少女明星的追求 过度节食运动 就为了让自己瘦成一道闪电 认为瘦削的身板才符合当下审美 现在不少人对瘦的追求 已经到了病态畸形 罔顾身心健康的程度 不少明星报寿之后 得到的不是更上一层楼的美貌 而是瘦骨灵蕊 一脸疲态的颜值大滑坡 这里是咸鱼记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瘦成纸片的六位女星 杨颖在嫩磨时期时 虽然也瘦到不行 但在年轻胶原蛋白的加持下 蓬蓬的苹果肌 还是帮她撑起了少女感 是很多人向往的混血小美女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一味的追求骨瘦如柴 导致脂肪流失严重 让她的脸开始挂不住肉 前段时间 杨颖拍摄了一集 森林精灵公主的写真 现场视频可以清晰地看出 由于面部脂肪的缺失 不仅眼下出现了凹陷和细纹 苹果肌也变得干瘪下垂 侧面看 由于软组织的流失 让她的下颌角线条变得非常凌厉 下巴尖如锥子 正面看 根根分明的锁骨和肋骨也非常强劲 真的瘦到只剩一把骨头了 尽管装扮成了精灵公主 但极度瘦削的面颊和灰白色的头发 让整个人看起来瘦脱了像 其实完全不需要瘦到这种地步 还是有点肉的养眼更漂亮一些 2018年的《言喜攻略》 让吴锦岩一下子爆火了 剧中她略显癫狂的演技 以及她的颜值都成了网友们的谈资 相比于这部大剧作里的配角来说 秦兰 蛇诗曼 张嘉妮都要比她出彩太多 除此之外 她的身材也成了观众关注的重点 为了拍摄《言喜攻略》 吴锦岩受到了88击 在《言喜攻略》中 因为有镜头的加持 吴锦岩的身材看起来还没那么不协调 但脱去细服后 她在现实生活中的状态更显夸张 在走红后 她越来越追求极致的骨感 为了减肥 她把卡路里计算到个位数 少吃 多运动 硬是把自己瘦成了行走的大头钉 红毯上 路被装一穿 入眼的全是一把把骨头 颜值也受到拖累 法令纹 眼角纹等勾勾赫赫都开始出现了 因为皮相单薄 骨相凸显 脸也变得有点难像 在一次走秀活动中 吴锦岩在红毯上跟大家打招呼时 手指上的戒指直接飞了出去 现场的媒体都惊呆了 她的脸上也流露出尴尬的神情 很多人吐槽她头大身子小 肩膀宽 鼻子塌 金鱼眼 这一切看起来都很怪异 也有人认为她的长相是最符合清朝妃子的演员 骨子里透出一股宫廷风的感觉 总之 众口难调 对于长相方面来说 每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 但不得不说 她略显病态的身材 在大家眼里是一致的 此前播出的《我的砍架女王》电视剧中 吴锦岩给观众的第一感觉就是 太瘦了 与男主林更新毫无CP感可言 对于身材的争议已经超过了演技 上镜虽然还是瘦点好 但如果太过夸张 反而会引起观众的不适 金晨从小就学习舞蹈 在进入北舞之后更是被评为笑花 本身学习舞蹈的她 身材就已经相当纤细了 从来就和胖这个字不沾边 在《无心法师》里 她出演的月牙 有种饱满的憨憨的可爱 但追求减肥的她 却对自己越来越狠 严格控制碳水的她 曾说自己一定要到过年的时候 才敢吃一两个饺子 平时就靠上午一颗草莓 中午一根黄瓜来结识控制体重 金晨自己透露为了保持纤细的身材 她每天要喝三千毫升的水 每天吃饭前先灌上一大杯水 这样能有饱腹感 吃的也自然少了 如果还觉得饿 就狂吃没有热量的绿色蔬菜 把肚子用菜叶填满 就不会想吃别的东西了 她还透露自己为了减肥 会在餐前吃一根冰棍 把胃冻缩了 强行的让自己没胃口 就能少吃一点饭 她还会在大中午涂上辣椒糕 包上保鲜膜 穿上爆汗服 再穿上外套 去太阳底下跑步 通过这种自毁式的瘦身法 金晨终于越来越瘦 身高一米七一的她 居然将体重一直控制在八十斤左右 每次亮相红毯 都会因为眨眼的排骨胸 引发关注和讨论 在她出席某一活动中 路人镜头下的身材 让众人都惊掉了下巴 简直瘦成了排骨胸 前胸贴后背 不仅瘦 还有明显的肌肉线条 这样看起来似乎更加怪异了 从侧面看仿佛一张纸片 好像一碰就要倒 真怕来一阵风 把她给吹跑了 对于这种美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 无法理解 金晨的身材已经很完美了 不需要再过度减肥 那样反而看起来缺少了美观 郭采杰也是身材苗条的女星之一 当年在小时代中一登场 就hold住了顾里这个角色 撇开剧情部说 很有女王的高傲和霸气 哪怕剧情狗血 但她的颜值还是相当稀粉的 但那段时间 她因为过度减肥 直接瘦到身上勾壑纵横 连背部都不剩几两肉 博到只剩骨架 就连精修图都掩不住她的瘦弱 生图更明显 穿着深微的礼服时 整幅骨头架子都看得清清楚楚 脸上的肉肉也一去不复返 皮肉整体下垂 哪怕涂上了大红唇 也显得非常疲惫 沧桑又憔悴 郭采杰是很有实力的一位演员 唱歌也很好听 在《长风破浪的姐姐3》节目中 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 虽然她的身材一直都是瘦瘦的 但还是不要过度减肥 瘦骨灵蕴反而消解了她本身的灵气 功夫中的雅女黄胜衣 楚楚可怜 我见游脸 有点硬而肥的脸蛋 娇艳欲低的双唇 唇洁又无辜 仙女落泪的一幕 成为了这部电影的经典瞬间 但在和星爷分道扬镳后 黄胜衣却走上了过度减肥的不归路 随着脂肪的流失 灵气也一并消失 当初的神仙颜值也一去不复返 哪怕礼服和造型都在努力营造少女感 都藏不住这排骨胸和皮态 黄胜衣早年拍戏的时候 就给人一种高冷仙女的感觉 而自从参加《长风破浪的姐姐》之后 她又多了几分复古的美感 然而过于苗条的身材 让这种美感变得怪异起来 电视剧《千山木雪》播出后 男主角刘凯威的颜值圈住了不少女人的心 而作为女主角的影儿 却因身材太胖被网友们纷纷吐槽 甚至喊话让她退出娱乐圈 在拍这部剧前 影儿的身材并不胖 剧组希望影儿能再瘦一点 为了迅速减肥 她开始依靠减肥产品 这种产品使用后 大多都会使体重反弹 开拍之前 影儿一下胖了十几斤 那时候的她130斤 上镜之后就更加显胖了 中年妇女 胖女主 这么胖 干脆退出娱乐圈等等言论 深深打击着她的心 于是她下定决心要报首 她的决心有多大呢 为了减肥 她试了很多离谱的办法 比如每天只吃柚子 一吃就是一个月 比如每天只吃一粒老干妈 就用那个筷子 粘一粒在嘴巴里 然后就觉得有点咸咸的味道 今天一天就可以撑下去了 饿了就睡觉 在这样的折磨下 影儿迅速报首下来 疯狂减重的后果 就是受到面黄肌瘦 锁骨肋骨突出 然而这一瘦就停不下来了 过度结实的她 看起来甚至像一具骷髅 有些人是依靠运动和控制饮食来减肥 在这样的模式下 瘦下来是健康美观的 而隐儿呈现的却是一种病态 一做大表情 脸上的皮肉就绷不住了 脸颊凹陷 皱纹横生 显老又惊悚 她自曝和傅欣博结婚后 两人的第一个孩子 因为营养不良没有保住 为了能生下孩子 她开始慢慢调养身体 才逐渐恢复正常 之后的她才平安诞下了孩子 对比一下健康状态下的隐儿 还是原来看起来更好看一些 对于年轻人来说 有点肉的身材 是青春朝气的象征 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 圆润的脸和身材 更能扛得住岁月的刀锋 不幸看看许晴 梅婷 一众中年女星 鲜浓和肚的样子 不仅抗老更是风情满满 在这种神仙身材面前 纸片人真是一无是处 既不好看也不健康 娱乐圈是一个优胜劣汰的地方 可能很多明星都怕自己 管理不好身材就会被淘汰 于是各种减肥 结实 健身 但瘦成这样纸片人的身材 有人能欣赏得来吗 真正的演员比的不是胖瘦 而是演技 适当的减肥是无可厚非的 但如果过度反而会适得其反 健康美才是真的美 千万不要因为减肥迷失了方向 这里是闲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再见